後面的資料庫做連結 所以這邊的話我會有一個新增到資料庫的一個按鈕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功能寫在開始計算 你除了寫的Excel之外 你也可以同步寫到資料庫去都沒有問題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設這邊帶500萬然後 立期是1.9 然後20年 按開始計算 計算之後的話同時底下會新增一筆 可是呢我想這一筆紀錄我想要把它記下來 我想要記錄到哪裡的記錄到資料 這個資料庫裡面去 資料庫裡面去 那計算到資料庫裡面去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是會有幾個要件 第一個當然要呼叫用什麼ADO 對不對一定要ADO的這個 呃成是韓式庫那裡面有個ADO Connection 然後利用ADO Connection 其實就夠了 因為Connection它裡面有那個執行Seql的那個指令 執行的動作 只是說我後面要去組出一個 Seql 語法 Seql 語法裡面就會有一個 Insert into 我可以 把什麼呢 Insert into 哪一些欄位 可能比如說這邊有五個欄位 然後呢 要五個欄位裡面放什麼東西 對一個 Seql 語法 我把它組出來之後呢 再讓 這個Connection 幫我怎麼樣 執行之後 這無筆之下 就會寫入到資料庫裡面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在寫入一定要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資料庫嘛 所以早上我們有建一個 用那個匯入的方式建入建立一個那個 Asset資料庫 那同樣這邊也需要有一個資料庫 所以我這邊已經預先做好了 等一下會跟各位做說明 那比如說今天呢 我這個資料庫呢 建好之後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我們工訊用範例 旁邊 有一個什麼 房貸 的一個 ACCDB的一個資料庫 然後裡面的欄位是什麼 打開來看一下 一樣打開來 基本上對應到的 就是一個房貸的資料表 打開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有 這個 這個 五個欄位 那這五個欄位名稱的話 基本上就是 在我們問題 11裡面的 這上面這五個欄位的名稱 所以這五個欄位名稱 你就建五個 五個欄位 對不對 那 現在就一筆資料 如果說按下新增之後 我想要確定說這個資料到底有沒有寫進來的話 比如說先把它關閉好了 然後我把它新按一個什麼 新增到資料庫 這邊有無比資料 500萬 1.920 按新增 新增之後的話呢 其實 這個地方我是沒有寫 一個訊息 其實可以跳出一個訊息說 資料以及 新增到資料庫的一個訊息 這樣子 使用者可能會比較 有感覺 有feel 不然的話感覺好像 到底有沒有不知道 可能會多按幾下 多按幾下變多增加幾筆 就錯 就有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當然我們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500萬 有沒有進來 有沒有 進來有沒有 就是一筆資料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去 把這個動作完成 那 首先第一步的話 我們要先 先建立一個資料 資料庫 資料庫建立的方式的話 當然有很多種可以用匯入的方式 或者是等等 那如果說我們要 增加一個 這個資料庫首先的話呢 我們一樣 在這邊開個新的 檔案 然後新的檔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 開一個新 新的公 這個新的什麼 空白的資料庫 空白資料庫部分的話 他問你說要放在哪裡 那請各位 一樣把它放在哪裡呢 我們如果解壓說到桌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 供需書的範例 那找到這邊有個 這個供需範例裡面的話 那我給他一個名稱叫房貸 因為已經建一個 我房貸二好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建立 建立之後 再來的話 他問我說 你這個 欄位名稱 有哪些 那建立的方法 如果你之前有用過 那個 這個 SS 的話 應該都知道 這邊有個建立 建立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有建立資料表 建立資料表 那或者是說我們可以 從 從這邊 建立 建立 建立這邊有個資料 建立資料表 那建立資料表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 建立資料表之後的話 那其實可以把它按右鍵 這邊有個設計檢視 那設計檢視之後他問你說你的資料表名稱叫什麼 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給他資料表名稱的話 他也叫房貸 跟 一樣叫房貸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 那裡面不是有 藍位名稱嗎 那我們有五個藍位名稱 所以藍位名稱 可以稍微偷籃一下 就說 我是這樣 就是這邊五個藍位 那我就 重打壓慢 Ctrl C Ctrl V 好 特別注意喔 因為後面有個什麼空白 也是一樣 剛剛同學遇到 就是 藍位名稱不能有空白的 這邊也有空白 不能有空白 OK 然後分別是在這邊建五個藍位 這個地方 複製的話 你可以先把那個藍位名稱 先把它 放進來 然後最後把它儲存 免線 然後 每月的 再來就是說 這個資料形態部分的話 貸款的金額 我想這邊的話 我們用數字 數字裡面的話又有分成長整數 或者是這個 雙精準數 如果說你有小數點的話 你再用雙精準數 如果說你是整數的話 用長整數好了 利率的部分 是有這個 有小數點 所以這邊的話請各位 一定務必要把它改成雙精準數 不然的話呢 你到時候 如果用長整數 將來你的那個 小數點 它會把你給 那個那個去 這個小數點會被去掉 那這邊的話也是 年限部分因為 只要是數字就可以整數 然後每月償還金額 這邊的話 我們也是用 數字 那也是用長整數 那貸款 這個我們也是用長整數 OK 最後的話呢 把它做一個save 把它儲存起來 這樣的話就會產生一個 房貸的一個 資料表 資料表 把它save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在開啟它之後的話 把它save一下 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 這些欄位 那我們 就可以直接把資料 寫入到 就算是 然後呢